鬼才漫畫家 鬼才跟天才怎麼分別呢 其實目前的事件上的天才跟鬼才呢 大致上是用觀感去分別的 假如這個人呢在個人領域上有不錯的成就 而且可能對社會有貢獻喔 整個人的形象也非常正面的話 那我們大概會稱他為天才 那如果這個人呢在個人領域上也有成就 但是他的思維感也有成就 與正常人不太一樣 甚至他的人格有一些反社會的傾向 那我們通常會稱這類人為鬼才 天才呢大部分都是與生俱來的喔 可能從小就有一些過人的天賦 而鬼才呢大部分都是在後天的環境中造就的 今天聊這個漫畫家呢 他從小並沒有一些過人的天賦喔 但是他後天的確有了不錯的成就 而且他的做人處事的確十分的詭異 甚至光是提到他的名字 就會有很多人會恨他 OK說到這邊應該很多人知道是誰了 沒錯他就是 附堅一博 附堅一博這個人喔非常的奇妙 各種形式風格都跟世間一般的漫畫家不一樣 我自己對他呢也是又愛又恨 那他到底是如何達成了今天的成就 又是如何造就了現在的性格 相信今天你們看完這部影片 也會對附堅一博有了更多的了解 附堅一博於1966年4月27日 在日本山形縣新莊市出生 當地的水果非常有名 李一子跟櫻桃的產量是全日本第一 因為地形的關係 冬天總是下著大雪 所以也被稱為雪國 新莊市跟台北市差不多大 但人口就差多了 台北市的人口呢是260萬左右 而新莊市的人口只有4萬 只要人少的地方呢就會比較少人為的開發 那風景就會非常的美 的確新莊市的風景真的非常的美 附堅也非常熱愛自己的出生地 在自己的漫畫裡面也多次引用自己的家鄉 或是曾經造訪家鄉的名人 例如Level1的故事背景就是在山形 還有曾經幫山形寫下過排具的知名牌聖 松尾芭蕉也作為原型出現在獵人裡面 附堅也幫自己的家鄉設計了一個天狗的吉祥物 如果去那邊旅遊的話可以看到很多招牌紀念品 或是觀光宣傳手冊上都會有這隻天狗 他的家庭成員除了父母之外還有一個姐姐跟一個弟弟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弟弟後來也成為了一個漫畫家 只不過主要是畫成人漫畫的 他們三姐弟小時候因為出生在雪國所以非常的愛打雪仗 所以讓附堅成為了一個從小就熱愛運動的小朋友 上了國中之後熱愛運動的附堅便加入了棒球社 跟所有日本棒球少年的夢想一樣 目標就是要打入甲子園 但是附堅對棒球一點都沒有天分 意識到這個問題附堅就果斷的放棄了棒球 從這點我們可以意識到附堅一步這個人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我們正常人如果熱愛一個運動 就算不擅長也可以當成興趣或是喜好 但他不是他可能認知到打棒球對他的未來也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就不再花時間做這件事情 那放棄了棒球怎麼辦呢 幸好附堅還有一個專長就是畫畫 附堅的爸爸很喜歡畫畫 小時候他受了爸爸的影響 他就會在紙上隨手地畫 小學的時候還因為畫畫得過了一些獎 自己對畫畫這件事情也是蠻有興趣的 這時候附堅就覺得欸或許畫畫比較有搞頭 所以上了高中之後附堅就馬上加入了美術社 這時候附堅的志願是要當一個美術老師 然後在高中的美術社研讀了三年之後 高中畢業就來到山形大學教育部的美術學科 一看到這個學校的名字就知道是專門培養師資的教育機構 那當老師當然要練習講課 不過附堅在實習期間第一次上講台練習時 他面對講台底下學生的視線緊張到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這時候他又意識到了 我應該不適合當老師 所以他又果斷的放棄了老師這條路 不過這時候他已經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畫畫上面了 自己也是蠻熱愛畫畫的 所以到底該怎麼辦呢 沒錯還有一條路就是當漫畫家 之前有聊到當漫畫家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個是不斷的投稿參賽讓自己的作品大量的被曝光 另一個是給職業的漫畫家當助手慢慢的磨練再出道 不過如果要選擇當助手的話 在1990的年代最好要住在東京 因為當時著名的漫畫出版社或是整體漫畫的工作環境幾乎都在東京一帶 其實這就很像是如果你要當模特兒或是要走演藝圈的話 最好要來台北住 因為除了台北以外其他的地方會比較少演藝工作的環境或是試鏡的機會 但是搬到東京住呢對還在山形上大學的復堅來講並不是很實際 所以復堅呢就選擇了投稿參賽的方式 第一次投稿 復堅當時先選擇了Young Jump 不過完全沒有消息 不放棄的復堅又再一次選擇了讀者年齡層比較低的Jump Young Jump跟Jump是不一樣的 簡單來分的話 Young Jump就是青年漫畫週刊 Jump是少年漫畫週刊 不過你只要知道Jump是現在日本發行量第一的漫畫雜誌 應該說你只要能在Jump上面連載就真的蠻值得驕傲的 所以想要投稿的人呢也非常非常多 當時復堅呢為了引起Jump的注意 取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筆名 叫鳥流夜母屋 復堅用這個奇怪的名字 投稿了Jump一個月舉辦一次的Hop Step賞 之前也有提到過海藻王的作者韋田容易郎也報名過這個Hop Step賞 Hop Step賞這個名字來自於三級跳的標準動作 Hop 單足跳 Step 跨步跳 Jump 跳躍 三個動作連接就是Hop Step Jump 也就是暗示呢如果你得了這個Hop Step賞 那你就離Jump更近一步了 或許就有機會可以在Jump週刊上連載 而且這個Hop Step賞呢打分的制度非常的細 先由編輯部初步篩選 再由主編跟一個連載漫畫家打分 一共評分五個項目 格調 人物 劇情 構圖 畫風 一個項目最高五分 滿分是25分 如果你拿到了當期比賽最優秀作品入選獎 獎金是20萬日圓 接下來的是加作10萬日圓 剩下的就是候選獎 會用剛剛的評分來給錢滿分25分 一分是2000日圓 復健在這一次的投稿比賽呢 畫了一個叫小不點老師的作品 這部作品呢我這邊就不評價了 首先當時的畫工除了不成熟之外 劇情也非常的老套 而且說故事的方式也非常的拙劣 最重要的是整部漫畫完全沒有用網點 復健一博後來自己也說 當時這部作品真的非常差勁 而且當時他根本不知道有網點這個東西 那這部小不點老師到底拿了幾分呢 格調3分 人物3分 劇情2分 構圖2分 畫風3分 一共拿了13分 歸類在候選作品 所以總共拿了26000日圓 順道一提 該界的入選還有加作獎都空缺 也就是沒有人得獎 但當時復健呢 做了一件影響他之後一輩子的事情 原本在投稿作品喔 最後一頁的背面 應該要寫下姓名住址跟聯絡方式 復健呢卻在上面寫了大大的幾個句子 我勵志成為漫畫家 請狠狠的錯過銳氣 給我嚴厲的批評 這些話呢吸引到了當時的一個編輯 這個編輯叫高橋俊昌 高橋俊昌呢在我之前的影片也說過 他是被集音社譽為最有門利的編輯 也是Jump第七代的總編輯長 正所謂博樂士千里馬 高橋俊昌可能從這部作品看到了復健的可能性 聯繫了復健 並且跟他說願意輔助他成為漫畫家 於是從那天開始復健就邊唸書邊磨練畫機 遇到問題的時候也會跟高橋請教 就這樣磨練了一年復健來到了21歲 也就是1987年 復健決定再挑戰一次Jump的Hobstep賞 這一次呢從構思階段開始 就把稿件給高橋編輯一起討論 並且聽取意見 而且也不用比名了 直接用自己的本名復健一博參賽 這一次的作品叫《樹羅族人每月》 其實這部作品有一點像 悠悠白書中後期的氛圍 是一個關於特殊種族以及超能力戰鬥的漫畫 同時包含了民俗考古的色彩 甚至融入了懸疑恐怖的氛圍 這部作品以格調5分 人物3分 劇情3分 構圖4分 畫風4分 獲得了該期的佳作 也就是拿到了10萬億元 而該期的入選獎依然空缺 拿到了佳作的復健 野心就更大了 開始把目標放在手中賞 這邊再介紹一下 復健之前參加兩次的Hobstep賞 是一個月辦一次的小規模比賽 解釋社還有兩個大比賽 手中賞與赤中賞 這兩個比賽都是半年一次 那手中賞跟赤中賞有什麼分別呢 手中賞主要是評比劇情類漫畫 赤中賞主要是評比搞笑類漫畫 就有點像是文學界的借川賞 還有植木賞的高規格新年獎 而當時附堅參加的1987年的手中賞 評委就是漫畫之神手中志從本人 其他也包括了千頁徹迷 松本林氏等巨匠 不熟悉漫畫的人 除了手中老師以外 可能其他人都沒怎麼聽過 基本上都是上一個年代的大師 以現在來看的話 你就想像成是什麼 海賊王 婚姻忍者 灌籃高手的作者 一起來當評審就好了 當然這些人現在也都是手中賞的評審 所以能夠讓這些人 閱讀自己的作品 並給取意見 不要說新人 連職業漫畫家都是夢寐以求的 再加上最高獎 入選獎是100萬日圓 現在已經漲到200萬日圓了 準入選獎是50萬日圓 獎金非常非常的高 但要拿到入選獎 沒有那麼容易 手中賞目前辦了86屆 只有14人拿到了這個獎 也就是有72屆 這個入選獎都是空缺 所以標準非常非常的嚴格 而這一次呢 附堅一博也投入了半年的心血 還用他最愛的棒球為主題 這部作品名為 狂飆快速之球 努力果然是有代價的 這部作品在滿分55分裡面獲得了45分 以當年第一名的成績拿到了準入選獎 順道一提 入選獎當年依然是空缺 首總當時頒獎的時候說 附堅一博 非常王道 對喜劇有種獨特的感知力 1988年這部作品也刊登在Jump上 是附堅初次登上Jump週刊 但整體而言 這部作品 雖然跟之前的小不典老師比 是進步非常多 不過依然是一部不止一提的作品 時間過得很快 來到了1989年 附堅這時候來到了大四 也準備要畢業了 除了忙著大學的生活 附堅也不斷地磨練著自己的話跡 這時候高橋編輯就跟他說了 希望畢業之後他可以搬來東京 方便作為一個漫畫家開始連載 但搬到東京對於附堅來講是非常有壓力的 附堅的家境並不是非常的好 他也沒有什麼存款 而東京是一個消費非常高的地方 不過附堅還是很想要去東京闖一闖 所以他必須要在短時間內湊出一筆錢 在這種種的壓力之下 附堅創作了一部非常短的作品 叫《靈異偵探團》 這部作品於1989年 在Jump春季的增刊雜誌發表 是早期附堅作品連載最長的一篇 有43頁 畫這麼長也就是因為稿費可以拿得多一點 這部漫畫也就是又有白書早期的框架了 幽靈的故事標準的四人團 而這部作品也成為了附堅在他老家山行的 最後一個創作作品 來到東京之後 附堅開始正式以漫畫家的身份工作 於1989年的7月開始在Jump連載《淘氣愛神》 這是一部有點微色情的奇幻清喜劇漫畫 也是附堅第一次在Jump週刊上正式連載 第一次嘗試週刊連載讓附堅吃足了骨頭 大家都知道週刊連載漫畫家 平均的睡眠時間是四個小時 嚴重的睡眠不足 加上來到東京之前跟親戚借了一筆錢 也就是債務壓力 在生理跟心理的雙重壓力之下 給他的創作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淘氣愛神的連載狀況越來越糟 那連載狀況越來越糟會怎樣呢? Jump週刊其實非常重視讀者排名 在週刊的後面會有一個類似讀者調查問卷的回函 你可以填寫當週你認為最好看的漫畫並且寄回去 每週他們都會公布最受歡迎的漫畫排名 如果你的作品連續好幾週的排名都一直靠後 沒錯就會被腰斬非常的現實 淘氣愛神前10週的連載原本讀者排名都有前8名 但是從第11週起連載的排名開始下滑 就在淘氣愛神一直垂死掙扎的時候 突然有一部作品在Jump上開始連載 這部作品是龜正和的電影少女 龜正和就是非常有名的IS的作者 他當時比傅堅大四歲 當時比傅堅大四歲 現在也比傅堅大四歲 總之就是他的資歷比較長 作品當然也就更成熟一些 有看過龜正和作品的人就知道 龜正和很擅長畫人物 尤其是身體的線條 譬如大腿屁股都畫得非常的好 而龜正和的電影少女跟傅堅的淘氣愛神定位有點類似 相比之下龜正和的作品一定是更能吸引人的 所以在電影少女開始連載沒多久 淘氣愛神就迎來了結束 1990年初淘氣愛神被迫腰斬 附近的第一次連載就這樣畫下了句點 當時他非常的自暴自棄 甚至在淘氣愛神第二卷單行本發行的空白書還寫說 如果你們想要連載結束身價下跌的漫畫家的回信 現在是個大好機會 但就算自暴自棄 他依然想著要如何畫出更受歡迎的作品 前面有提到 傅堅毅博是一個聰明人 他會果斷地放棄不適合自己的東西 他知道自己可能不適合這種 以美少女為賣點的故事 所以他就放棄了走少女情色的路線 接著他有想到 之前有畫過一部靈異偵探團的短片集 這種靈異題材的漫畫或許是自己擅長的 但是靈異漫畫的受眾群非常狹窄 所以不能單純的只畫靈異題材 那如果是結合靈異跟戰鬥呢 七龍珠現在這麼紅 喔 好像不錯喔 於是傅堅就在週刊的連載會議上 提交了幽靈與戰鬥的分禁稿 主要的內容大概就是跟妖怪戰鬥的方向 這個主題當時在會議上馬上就通過了 不過傅堅卻完全沒有想這部漫畫的名字 只在分禁稿的上面隨便寫了個 幽靈入門四個大字 於是大家就開始為這部幽靈戰鬥漫畫的名字 傷腦筋了 這時候就有人說 跟妖怪戰鬥有點西遊記的感覺 那又有幽靈 不如叫幽遊記吧 很多人也都覺得幽遊記這個名字不錯 但很不巧的是 Jump當時有一部新連載的作品 叫真遊記 因為名字實在太相似了 所以幽遊記這個題案就被否決掉了 這時候傅堅卻的腦海裡 不知為何浮出了白書兩個字 白書就是白皮書的意思 沒錯 歷史上一部經典作品 幽遊白書就這樣誕生了 幽遊白書於1990年開始在周刊Trump上連載 並且因為之前淘氣愛神的工作量太大 腹間這次學聰明了請了兩個固定的助手 一個叫魏也 一個叫大森 這兩個助手負責幽遊白書整部的連載工作 偶爾也會有第三個助手來支援 這個支援的助手就比較沒有固定 很多時候是相關科系的大學生 值得一提的是魏也這個助手 近幾年出了一本書叫先生白書 內容就是他在腹間底下當助手的日子都在做什麼 你看連在腹間底下當助手的日子都可以出書 可見腹間一博這個人的魅力有多麼大 幽遊白書這部漫畫在初期使用了一個非常大膽的策略 一開始就讓主角死掉 並且連載17週之後才復活 這17週裡面連載的內容完全都沒有跟妖怪戰鬥 跟當初與幽靈戰鬥的設定完全不一樣 很多人認為幽遊白書一開始設定是靈異小故事 因為人氣不高所以後來才轉成王道漫畫 其實並不是喔 一開始就設定了要打妖怪 畢竟原本的書名幽遊記就是來自於跟妖怪戰鬥的西遊記 那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最主要的一大原因是 腹間不太會畫戰鬥的畫面 腹間從接觸漫畫開始畫的幾乎都是搞笑題材的漫畫 所以他必須有足夠的時間練習 還有一點是角色的塑造 如果一上來就跟妖怪戰鬥也是有點突兀 所以他把主角普班幽住設定成非常會打架的不良少年 並且在這段期間努力練習畫功 也就是說幽遊白書其實從初期就是在玩一個賭博 要讓主角死亡17週復活之後才開始進入真正的主題 真正的開始跟妖怪戰鬥 這個賭博其實非常非常危險 因為在Jump週刊上連載的新作品 差不多20週上下是被腰斬的高峰期 很多作品都差不多是這時候撐不下去的 而當時負責的編輯呢 也就是傅堅這輩子的貴人 高橋俊昌編輯 允許了這件事情 他大膽的讓傅堅這麼做 而最後他們也賭贏了 在連載17週幽住復活之後 加入了藏馬跟飛影這樣的角色 人氣也開始明顯上升 在飛影跟幽住對決那一集 Jump讀者問卷排名首次進入了前10名 不過傅堅在當時還沒有克服最大的難關 那就是人物的透視以及戰鬥畫面 所以傅堅在戰鬥上運用了很多巧思 例如跟飛影戰鬥時用鏡子反射靈彎 跟亂童戰鬥時耳朵被水草堵住 所以造成皺紋反彈 當然這些巧思也造成了意外很好的反響 而在進入四勝獸篇的時候 排名就穩穩的再也沒有跑出10米以外過了 傅堅一博也在這段期間 不斷的精進自己的畫工 很快的時間來到了1992年 1992年是傅堅發生非常大變化的一年 這時候正是幽幽白書連載到暗黑武術大會的時候 人氣居高不下 同時也決定要動畫化了 基本從1992年開始 傅堅的年收入差不多都是有破億日元的 工作室也換到了比較大的地方 還購入了全自動麻將桌 新的電視遊樂器開始在工作室養蛇 聽起來蠻享受的 但是他一點都開心不起來 傅堅這時候的腰痛開始爆發 而且越來越嚴重 甚至很多時候都是趴在地上畫原稿 加上長期連載的壓力 讓傅堅對於工作有了一些負面的情緒 這時候就發生了一個引爆點 這個引爆點是我認為 導致傅堅之後反社會化的一個非常大的原因 當時Jump自行下了一個決定 就是希望能出非影跟藏馬的短片 但短片歸短片 你不能中斷原本的連載 也就是傅堅原本每週要畫19篇的原稿 已經夠累了 腰快爆了 而且根本沒有在睡覺 我還要再畫一個31頁的藏馬跟飛影的外傳 傅堅強烈的認為 這種東西是商業的 並不是他想畫的 但沒有辦法 這就很像是公司要你加班 你就得加班 這個事件讓傅堅對於Jump的制度 產生了非常大的質疑 再加上高橋俊昌從暗黑武術大會之後 就不再擔任傅堅醫博的責任編輯 總總以上的事件 讓傅堅進化了 對 你沒聽錯 進化了 鬼才有一個特質是 在持續的壓力中會突然爆發才華 雖然傅堅在這段期間的原稿極度不穩定 甚至有些作畫的細節會崩壞 但取而代之的是 後來被世人稱為教科書籍的分鏡掌握 還有強大的人物透視 以及角色的創造力 從呼籲履地最後對幻海的淡淡一笑 到鮮水這個有著多重寓意的反派人物 這些會讓人去思考去咀嚼的內容 都是傅堅前期作品所看不到的 甚至是在鮮水片的製鬥 這種特別的戰鬥風格 也算是為後期的作品獵人打下了一個基礎 緊接著傅堅又換了一次工作室 這一次的工作室非常大 搬到了東京的夏北澤 是三層樓中樓的公寓 這時候也是鮮水片要完結的時候 傅堅這時候也有著強烈要完結又有白書的想法 但是跟Jump始終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 當時傅堅也表示 他已經到了一看到原稿就想要吐的地步 甚至在週刊上連載的畫面越來越粗糙 當然單行本都修正了 這時候他也已經在心裡下了一個決定 我不管怎麼樣都要結束連載 於是抱著這樣的思想 悠悠白書來到了最終的魔界篇 這個魔界篇順著劇情慢慢的展開了魔界五道大會 並且還畫了一個一百多人的戰鬥表 當時很多讀者看到了這個戰鬥表 就認為接下來會有一大串精彩的戰鬥可以看 殊不知兩週之後五道大會就結束了 這兩週的中間還包含了一次的修刊 這也是傅堅一博連載悠悠白書以來第一次的修刊 他當時還是挺努力的 很多人認為是因為傅堅想要偷懶才不畫這個舞蹈大會 其實並不是他一開始就沒有想要畫 在鮮水片的結尾 術有一句台詞是這樣的 從此我們想靜靜的過日子 我們都已經受夠了 你們再去尋找新的敵人繼續戰鬥吧 就好像在說身為作者的傅堅一博真的很想休息了 他並不想要讓自己的作品變成無止境戰鬥的商業漫畫 於是悠悠白書就這樣贏賴了結尾 傅堅在最後的結尾運用了當初開頭的清洗劇偵探風格 並且把所有人物都交代好了之後 用一格沒有人的房間掉落了一張照片 作為了悠悠白書的完結畫面 這個畫面我當時看到的時候是一種無法理解的悲傷感 但是又有一種滿足感 有一種我很想哭但是又很幸福 是一種空洞跟滿足交雜的複雜情緒 我一直認為這個完結畫面是畫得非常非常好的 於是在1994年第32期的週刊少年Drum上 悠悠白書刊登了最終回 在目錄的留言欄內傅堅一博寫道 感謝大家長久以來的支持 我想暫時放電一段時間 在悠悠白書連載完畢之後 傅堅也享受了一段不用連載的悠閒時光 就算不用工作 他的年收入光是靠悠悠白書的版權 也是能輕輕鬆鬆賺到上億日圓 不過他還是無法放棄畫畫這件事情 當時也有釋出他還是繼續想要畫漫畫這個消息 就這樣我們聽到當然樂翻了 因為那時候七龍珠剛完結 灌籃高手也接近尾聲 什麼死神啊火影忍者根本都還沒出來 Jump的銷量開始大幅下滑 聽到這個大佬想要畫漫畫 當然非常的開心 可是傅堅也在煩惱 因為他當時的身體已經沒有辦法應付這種 緊迫盯人的週刊連載工作模式 那怎麼辦呢 於是傅堅跟Jump協議了一個條件 就是我可以繼續畫漫畫 但是我要用月刊的連載方式 這個簡直太誇張了 我在週刊的雜誌上面 使用月刊的方式連載 這個在Jump的歷史上 除了傅堅之外 能夠享有此待遇的 只有一個人 就是首種之重 但是首種老師呢 這還是有特殊的原因 是因為Jump剛創刊的時候 初代執行長 拜託首種在Jump繼續連載 以前在另一本月刊上 曾經腰斬的作品 也就是 這部作品它本來就是月刊作品 只是重新拿回Jump週刊上連載 所以這種我一開始就要在你週刊Jump上連載 而且我一個月才連載一次 根本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但沒辦法 以Jump當時的情況 只要傅堅肯回來連載 可能開什麼條件都會答應 於是傅堅一博 就在1995年的9月開始連載 011接觸 也就是Level 1這部漫畫 Level 1這部漫畫主要是在講 其實地球上已經住了許多外星人 但是與人類的外表並沒有什麼差別 有一天有一個外星人的王子 坐飛船來到地球 結果降落的時候出事了 導致王子失憶躲到了一個地球人家裡 並且引發了一連串有趣的事件 這部漫畫的劇情非常的天馬行空 有幽默的地方 有懸映的地方 也有緊湊的地方 那這部作品到底好不好看呢 我認為Level 1 是傅堅一博最完整的作品 傅堅一博在畫悠遊白書之前 以漫畫家來說 包括畫工分鏡人物表現力 可以成長的空間還非常的大 但在經歷優白之後 尤其到優白的後期 傅堅整理的水平就已經非常的成熟了 而且在優白之後 傅堅賺了非常多的錢 當你很有錢的時候 你就比較不會為了錢去影響 去改變自己的作品 所以在這部漫畫裡面 你可以看到最自由的傅堅 並沒有著 因為我想畫受歡迎的漫畫 而去作畫的目的 加上Jump給傅堅大到不行的寬容度 一個月一次的連載 讓他可以盡情的創作 你甚至會覺得這部漫畫 根本完全不像是會出現在Jump上連載的漫畫 所以這部作品 可以非常的代表傅堅一博 而且完全的不商業 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六畫 卻令人印象深刻 這麼說一下 只有十六畫並不是被腰斬的 LV1這部漫畫 從開始到完結 讀者排名都非常高 甚至在完結篇還在第八名 很多人也說這部漫畫 就是MIB電影的原型 但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故事架構是有點類似 而在1997年年初 完結了LV1之後 傅堅又繼續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 並且在同年八月參與了一場派對 這場派對也影響了他的下半個人生 因為他在這個派對認識了他的公主 五內之子 有關於他們夫妻兩相識的過程 還有他們的故事 之前有拍過影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喔 或許是因為戀愛的力量 傅堅再一次的拿起了畫筆 於1998年在Jump週刊上連載了這部大作 是一部到死都可能看不到完結篇的漫畫 也是希望子孫能夠燒給我的漫畫排行榜第一名 沒錯 這部漫畫就是Hunter Hunter 獵人 有關於獵人的解析喔 之前也有做過影片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看看 唉 我到底是做了多少附件的影片 這邊順便來聊一下獵人的休刊情況吧 獵人在1998年連載第一年時 一共休刊了三次 一年三次算是可以忍耐的 好 我接受 1999年時與五內侄子宣布結婚 這年獵人的休刊數量來到15次 休刊率來到31% 不過結婚是人生大事 可能真的沒辦法對吧 好 我接受 2000年父兼父親有了愛的結晶 這年獵人休刊了13次 休刊率來到27% 雖然一樣很高 但至少比去年下降了一些 而且生小孩對吧 小孩需要照顧 好 我接受 但儘管我們一直幫他找理由 越往後的日子 休刊率卻是越來越高 那父兼休刊的時候到底在幹嘛呢 打電動 追星 舉辦復堅盃麻將比賽 得獎者還送復堅一博簽名版 這個也是大家對他又愛又恨的原因 所以就這樣休刊復刊無限循環的獵人 大家也都習以為常了 就好像大家都明白這世界上 就是有這樣一個體制外的漫畫家存在 不過復堅在兩年前又毫無預警的 投下了一顆震撼蛋 在2018年的時候 也就是Jump發行50週年的大日子 這種大日子 當然要請各個曾經在Jump上連載過的大師 發表一些感言 附堅當然也不例外 那我們先來看一看 其他漫畫家大師說了些什麼 海賊王 偉田榮一郎 我曾經經歷過不管怎麼努力 都沒辦法獲得雜誌青睞的兩年 回想起來 這兩年可能是我 到底會不會成為漫畫家的生死關鍵 每一次的落選 都讓我開始懷疑起 童年時期的漫畫家夢想 這個如果還不受歡迎的話 大概一切都結束了吧 海賊王漫畫是我最後的底牌了 去吧魯夫 讓我成為漫畫家吧 就是這樣才促成了這個作品 然後能成為漫畫家真是太好了 又寫火影忍者暗本起始 思考著週刊少年Jump的歷史 打造這本雜誌的人 不是編輯不是我們漫畫家 而是從各種消遣中選擇了漫畫 且真心喜歡漫畫的讀者們 尤其是其中又選擇了週刊少年Jump 品味很好的讀者們 以前的我也是其中的一員 身為成就了週刊少年Jump歷史的讀者之一 我感到很驕傲正面 灌籃高手 鏡上熊焰 借這次機會 我意外回想起了 以前工作時和同事一起吃便當 叫外送的小事 因為我喜歡籃球 感覺能拿來畫的也只有籃球了 就跟每個人剛開始打籃球一樣 當我將這個想法畫在紙上後 熟能生巧後 越畫越上手 我到現在都很感謝那段一邊畫畫 一邊興奮不已的那段時光 勵志 好看完以上三個作者的感言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動 有一種鼓勵追求夢想帶給大家力量的感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副尖一博的感言是什麼 獵人 副尖一博 呃 從連載的嘴一開始到現在 這四年的心情改變了很多 因為稅金大概有70%被抽走 如果用一天工作20小時來看 等於有14小時都來做白工 呃 一想到這裡 就很想半夜衝出門狂奔 如果當時有駕照的話 哼 應該就去飆車了吧 感覺自己的身體生活 心靈都已經支離破碎 對於週刊少年Jump賣出640萬分 呃 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慨 我是玩家嘛 何必為了遊戲主人公的成就 達成了高興 了不起 就是如同話速 對華皇喊之萬歲這樣 有種 直接在Jump50週年的感言上 抱怨自己的工作 而且Jump也無所謂 就直接這樣看燈了 但我們來看一下 副尖表示 他的工作收入有70%都會被拿走 每天工作20小時 有14小時做白工 的確喔 日本的所得稅收 最高是40%到45%左右 副尖這種等級的漫畫家 一定是最高的 再加上其他零零總眾 以及跟出版社的拆分 總收入70%被拿走 是有可能的 可是 尾田 錦上 暗本 不是都這樣撐過來了嗎 但我們看得出來 Jump真的非常非常地寵副尖 或許因為這樣的操作 反而讓副尖一博 這個漫畫家 有著特別的人格設定 不過雖然寵 但Jump該利用的地方 也會好好的利用 例如副尖不畫 我就讓東京食屍鬼的作者 畫一個吸索外傳 也引起了一定的討論度 又或是鬼面最初人氣下滑的時候 我就讓副尖來幫鬼面做點評 抬一抬人氣 不過鬼面這部作品 不是靠副尖抬起來的 是靠優不赦 總之看到這邊 你就能瞭解 副尖跟Jump似乎存在了微妙的關係 至於他為什麼不離開Jump 我認為是有一種 我很感謝你的栽培 但是我很看不慣你的制度 就類似這種複雜的感情吧 其實從悠悠白書時期 你就可以看到 副尖對於這個大環境的不滿 他也曾經強烈地表達過 不想畫彩業 不想畫短片 也曾經說過 漫畫跟動畫 就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直到現在 傅健也變成了一個 完全跳脫體質的漫畫家 不過這種血汗的漫畫制度 仔細想想 真的蠻不人道的 一個暢銷漫畫家 每天睡不到四小時 而且幾乎是全年無休的工作 或許也是在這種高壓的競爭下 日本的漫畫產業 才會如此的發達 但無論如何 現在的大環境就是如此 所以傅健一博 的確就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 至於他是不是一個好漫畫家 那就看你怎麼想 但不管你多討厭他 多看不起他 也無法改變 傅健一博是一個影響後代深淵 也開創了一個時代的漫畫家 好 那今天傅健一博的影片就到這邊 其實能講的東西還有很多 包括他的畫工分析啊 還有分心的討論等等 但因為這部影片真的蠻長的 並且我比較想要用說故事的方式 去介紹這個漫畫家 所以細節呢我們就比較不做探討 讓大家呢能夠用最淺顯易懂的方式 來了解傅健一博 那看到這邊的朋友呢也辛苦你了 這是一部很長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分享給那一些 了解剪接辛苦的朋友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分享給那些 對傅健一博有興趣的朋友 也記得按個like訂閱加小鈴鐺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1 2 2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